我都说了,大车对面有一个重电子式和半电子式 当然,纯机械式那个,那就太重了,我们就不说它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半电子式的设备 它的第一个问题在哪里? 看一下,认识它的传感器就能认得出来 在它传感器后部,一般来说在传感器后部 都有一个刻度池,把这个拉近,直接放大看那个刻度池 都有这个刻度池,当它的红外线光束从对面打过来 照在这个刻度池上的时候 当这个光束没有进入这个小点,这个小孔的时候 电脑里的数据是不是即时的,它不会改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个机械式的 调查师傅要用眼睛来看这个刻度池 一直把角度调到它设到这个光点里面去了以后 电脑上的数据才会更新,才是即时的 才实现电子部分来测量 所以这也能认得出来是存电子式还是半电子式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地方也能认得出来 再来看这里 这是这种设备的夹具 夹具,它的夹具是特制的,普通夹具用不了 也就是说它在做偏心补偿的时候,我们知道做偏心补偿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夹具没挂正 或者没挂好对数据的影响 所以说呢,它就是用这么一个横外线的光束把它插在这个夹具上面 然后呢,来旋转车轮,然后看这个光束有没有在地面上,照在地面上摇摆 如果有摇摆怎么办呢,它就用这两个螺丝和夹具上专门设计的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来校正这个夹具变形或者是轮延变形 这就是通过从机械原理来做的偏心补偿 而电子式,成电子式的这个大体定位,它不用,它是转360度,数据就自然出来了 就补偿就完了,不需要再用螺丝来补偿 因为螺丝这种补偿它做不到很准 然后还可以怎么认呢 通常呢,说这种半机械式的设备啊 它一定会给你配一些雕纸啊,这些刻度尺 也就是说,你只要看到有这些配备这些刻度尺 我们基本上就能判定这是个半电子式的 真正重电子式的,不需要这些标识啊,刻度啊 它不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买设备的时候啊 一般的销售人员不会告诉问题们 或者消费者说,我们家的就是半电子式的 一般不会这么说 但是我们自己要会认 所以我今天就告诉大家怎么来认准电子式和半电子式的设备啊 本视频由战俘售后团队制作 更多培训资料 敬请关注战俘官网的技术培训业 敬请关注战俘官网的技术